世界變了 拜登 美國總統 大家看到了啊 到達這個韓國啊 跟韓國幹了啥啊 大家看明白了 這是不可能發生的啊 我覺得拜登總統幹的漂亮 拜登總統到這場韓國 絕對是對產險半島 徹底的革命性的 這非常明確啊 幹掉北朝鮮 絕對幹掉北朝鮮 不要再受他訛詐啊 而且據說啊 北朝鮮也很緊張 這種情況下 北朝鮮就不能再讓他點得瑟了 這是美國戰略很清楚 必須把你這獨裁給你消掉 對吧 不能讓你再得瑟 這個是影響太大了 這個沒有了俄羅斯的支持 剩下共產黨的這種 所謂的瘋狗作用和瘋狗價值 很快就將不存在 北朝鮮結束 咱們爆料革命 這五年來一再說的是 北朝鮮絕對是最終悲劇受傷 不可能再有金家的下一代啊 什麼祖傳秘方啊 傳中接待的權力啊 繼承權的 這都扯淡的事啊 在今天實力說了算 巨大的軍事實力 經濟實力 貿易實力 科技實力面前 俄羅斯已經做了樣板了 那你算啥呀是不是 狗的主人一腳都踹趴下了 不驚打 何況你這個狗呢是吧 那完蛋了 那麼北朝鮮完野 然後到了日本 只有咱們一家啊 爆料革命 獨門獨戶生意 咱們說過日本最終一定要入場 拜登這是到日本以後 啪叉 入場了 就這場病毒 疫苗 俄無戰爭 和中美貿易對抗 經濟對抗 對美國的藍金黃 和經濟的威脅 貿易的威脅 和這個所謂的 五個邪惡帝國的周星國聯合 那必然把日本 美國沒選擇吧 把日本變成正常國家 從二戰以後的 不允許發展的武力 只有自衛隊 沒有國防部隊 變成絕對的強大的國防部隊 真正的世界第二軍事力量 日本